好 那么可能我们 下午的时间 我们分成两堂吧 我三点半是一定要结束了 好 我们一起翻开十图行传 第一章 好 很多人问 什么是与神同行 什么是与神同行 其实很简单 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与神同行就是 你真信的 你必定会真行 对不对 这是绝对 不能断开了 一个关系来的 你信什么 你会信什么 如果你信的是 一个神秘性的 神秘性的一个福音的话 你是偶尔看见神 偶尔没有看见神 看见神的时候 好像看见有些神迹 好像有力量 看不见的时候 没有能力了 如果你信的是 我就死后会上天堂 这样的福音而已 你只有快要死的时候 才用到这个福音了 那之中 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神怎么在凡事上 万事互相效率地带领你 不知道 那这样的时候 你发现 你的信仰全部失败了 一直到 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才互求主 所以呢 绝对不能欺骗的 你信什么 你会信什么 你因信称义 必定因信而活 对不对 如果我们弟兄们 弟兄姐妹们 你们是蒙昭的 必定与蒙昭的恩 必定会相称的 对不对 这个讲的是 你整个的生活 你的生命怎样 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各位 绝对不能欺骗的 在你真信的 然后你活出来当中 其实 传福音 是必定发生的 各位 我为什么说 传福音必定发生 这句话 这个字句好像很难明白 其实福音是谁传的 福音是我们上帝传的 他比谁都热心的 他在信徒心中激动他们 如果一个圣徒呢 他信的福音是正确的 他经历那个大能大力 在他心中 他不能不说的 他把基督活出来的时候 他自然会吸引人来归向主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传福音了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直问 我们传福音 我们一想到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马上调入一个策略 一个方法 我们教会今年要怎么发展 我们传福音呢 要向多少人传福音 我们要用怎样的方法传福音 对不对 其实很多牧师传导问过我 他们说 朱牧师 你有没有一个传福音的方法 因为我这里说嘛 如果一个人与神同行的话 传福音是自然会发生的 也不可能你与神同行 对不对 我与我的太太相爱的时候 必然我们生出孩子的 这是自然的 对不对 所以传福音是一个信徒 跟上帝的关系 回复 然后一起走当中 这个福音的门敞开 极可牧印的人 就是到他们面前 所以他们会遇见 不是天天遇见刚硬的人 乃是遇见清新的人 对不对 寻找神的人 是必定发生的 我们主耶稣基督 单单三年半 在整个以色列里面 其实得到了最饥渴的人 这些人兴起来 不管人数怎样 他们成为影响 那个时代的门徒 对不对 使徒们 所以传福音是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很多人是问 那朱牧师 你有什么方法呢 我跟他们说 我的方法是 没有方法的方法 听得懂吗 没有策略的策略 听得懂没有 什么方法 什么策略 原来是 一个神为之法 神为之法 我们也可以说 生命之法 对 今天呢 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 各位要明白 什么叫 生命之法 神为之法 神 在人心中里面 使他明白福音 对不对 信了福音 重生 感动他 充满他 激动他 传 在这个当中呢 逼迫来 更是传 对不对 殉道呢 福音的门更是打开 再传 对不对 各样的苦难来呢 新的门打开 再传 最后 移植到最大的主党 来了之后呢 下奸 然后风浪来 对不对 也是到罗马去传 对不对 接着罗马的八方大道 把福音传到地级了 各位 这个不是人的方法 手段 或者有一些恩赐 聪明能够做到的东西 来的 其实整个使徒行传 是一个圣灵行传来的 但是上帝是看不见的 从起初也是 接着亚当 夏娃 生养 管理 治理一切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主耶稣基督 叫我们圣徒们 在他里面回复的 一个与神同行 好像跟着上帝同行当中 主去哪里 我去哪里 主停止 我停止 主等候 我等候 对不对 就下在监狱的时候 就在那个地方仰望主 然后祷告 这个当中呢 他怎样跟从主的时候呢 我们使徒保罗 我们使徒们 全部遇到最重要的人 去到最重要的地方 然后在那个地方 福音继续扩展 各位这个叫神为了 我给各位一个图画 对不对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不太信这个 也很多时候呢 我们看不到果效的时候 我们放弃这个方法 我们要用力了 我们要做什么了 各位神为是从哪里开始的 各位一起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呢 提阿非罗第一章 我已经做了前书 论到耶稣开头 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各位一定要 耶稣所行所教训的 这个是福音了 祂道成肉身 死而复活的 对不对 然后宝座掌权之后 把神的道 全然的接着 祂的肉身 祂的一身 显明出来了 所以看到耶稣 所行所教训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得到圣灵的 各位就关注我就好 接着耶稣基督所行所教训的 你才能够得到圣灵的 你才能够明白圣灵的 你能够知道 这个灵现在在你里面 怎么感动你 怎么激动你 往哪里走 所以必须要接着 耶稣所行所教训的 那祂 直到祂接着圣灵 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以后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 祂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 将自己活活的显明给使徒看 然后四十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 各位 四十天 如果我们主耶稣说 我已经复活了 你们要去传福音 好吗 然后到普天下传福音 讲完了 四秒钟就完了 四秒钟 为什么 四秒钟可以讲的东西 为什么四十天讲 所以这个四十天讲 神国的事 这个是很大的奥秘来的 我算过 如果只有吃饭睡觉 然后起来再听 可能如果我们每周 要一两次聚会 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但是浓缩版 就四十天 把神国的事 天国的福音 怎么降临 这个福音怎么被广传 接着你们的生活 你们的家庭 你们去的地方 怎么叫神国降临的事 讲明这个东西 所以用很实际的东西 要讲的 因为现在在肉身 在肉身要讲的时候 用人的话要讲 所以有一个时间观念 需要这个时间 这样讲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明白的是 耶稣所行所教训的 四十天天国降临的奥秘 讲明之后 让圣徒们明白 你明白了 你才能祷告 对不对 真理要认识了 才能祷告 国度怎么降临 那你才懂得 怎么靠圣灵 对不对 叫国度能够降临 等一下我会讲这个 所以明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 把三年半 可能三年半的 很多很多的事情 给他们一个总结 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发现吗 当逼迫来的时候 我怎么做 当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 怎么做 各种的情况 我怎么做 主党来的时候 怎么 这个福音是继续传的 对不对 然后一直到 我上十字架 让他们看见 再次有一个总结 给他们知道之后 然后告诉他们说 第五节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那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他们讲的国是什么 我想必他们讲的是 可能将来要来的那个国 对不对 新耶路撒冷 那几时呢 我们现在被罗马统治 是不是这个国要来了呢 要德国降临呢 那主耶稣不跟他们说这个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问主的问题呢 主是用属灵的方法 来使我们回答 我们说主啊 我的孩子几时蒙恩 我的家庭几时福音化 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呢 主的答案是什么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第八节 对不对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了 各位 整本使徒行传是这句话的成就来的 如果你不传福音 福音会不会传到地级 会不会 也会 但是你不传的话 你没有那个福气 上帝接着旁边的人传 各位理解吗 上帝接着石头传也可以 但是上帝热心的会成就这事的 所以这是神为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其实跟原文比较靠近是 你们将 你们会得着能力 你们将会 做我的见证了 你们将会在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所以这是 神在圣民 认识福音 认识国度的圣民的 心中的运行 是他们传的 有这个奥秘来的 所以这个叫 神为之法 生命之法 所以一个信徒听的福音是 部分性的 或者七七八八 这样随便随便听这样的 就死后上天堂的那种福音 就那种福音 或者部分性的 神秘性的 这样听的时候 他的心灵怎么被激动 他怎么能够随时看见 活着的主 与他同行 所以传福音是要用力了 现在要用力 对不对 要用力做 因为一般的生活 不能经历神 要受刺激来做 对不对 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做 但是如果你明白了福音之后 你不能不说 对不对 彼得约翰 后来他们被抓的时候 我们所看见 我们所听见的 我们不能不说 看下我们的头 也是要说 对不对 这个激动力 对不对 从圣灵 从他们明白福音而来的 那个激动 没有办法不说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要恢复的 生命之法 其实神比我们都热心了 我们要知道 然后他们就看了 耶稣往上去的时候 天使说 加利利人 十一节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这样望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所以他会来了 他会来的 如果各位听到这句话了 比如说我们在那边 我们看到 听到主耶稣跟我们讲 四十天了 然后他上去 必定会下来了 他会赤下圣灵 几时圣灵来 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那时候他们不知道 那么如果你听到这个事实 你会做什么 这个不是陪灵会 绝对 我们陪灵了一下 好了 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 你去捕鱼 我去纳税 绝对不是的 所以呢 听到这个东西之后呢 他们非在一起不可 对不对 非在一起不可了 非要在一起确认神所讲的话 确认 所以呢 第一章十四节 各位看 一章十四节 其实这个整个使徒行传 第一个教会是这边开始的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地 恒切祷告 各位 这个就是一百二十个人 开始的一个教会 我们在这边看 他们恒切祷告 我以前一直问 主啊 你已经讲天国的奥秘四十天了 现在我们知道 五旬节是十天过后才来的 对不对 圣灵降临 对不对 那这个十天他们做什么 恒切祷告 主说圣灵要来 所以我以前以为 他们十天一直跪在一起 圣灵来 圣灵来 圣灵快点来 圣灵来 你们认为这样祷告 十天这样祷告吗 绝对不是对不对 我如果按理性这样想的话 我也不相信使徒们 使徒们那时候十天 彼得有起来讲道的 彼得有起来讲道的 然后彼此有确认的 确认什么 你们还记得吗 主耶稣 彼得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主跟我们讲这句话 原来我们才知道那个意思 对啊 约翰 你还记得吗 主怎么做 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 我们以为 我们绝望的时候 其实我们主原来成就什么事 所以全部一起确认 这三年半 耶稣所行 所教训的 明白整个的经意 真的道成肉身的这位主 他把怎样的福音 向我们显明了 各位 这个要明白而信的 所以你确认到一个地步呢 刻在心板上了 真信 真信的能力是不得了的 所以明白 刻在心板上的时候 五旬节来了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五旬节来了 五旬节一来的时候 对真信刻在心板上的人 他们是怎样 没有办法不说了 以前是 耶稣被抓的时候 全部跑了 现在是非讲不可 对不对 所以你看五旬节什么事情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各位 这个是真的有个震动性的 实际现象也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圣灵第一次降临 这是必定要发生的 又有舌头和火焰显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所以这个是舌头代表什么 舌头代表话语 对不对 神的话 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用现象能够看见 然后火焰 对圣灵的火 激动他们的 那个火焰 来的时候 分开落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 来各位 这个方言出现了 方言 请问各位 现在我们解释这个地方 我的解释是这样 所以五旬派是 你看圣灵充满必定有方言 圣灵充满有方言 所以他们看了几处经文的时候 他们这样的结论 方言呢 不是圣灵充满 现在这个方言是 圣灵充满的一个迹象 各位听得懂吗 跟什么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的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跟圣灵充满的一个迹象是不一样的 你圣灵充满的时候 有时候你能够洗了 有时候你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对你的妻子温柔 对不对 你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讲话有智慧 你圣灵充满的很多的表现 这个有一个迹象出来了 叫人能够看得见 习奇惊讶 叫人能够听得见 明摆过来也信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圣灵充满的迹象 不能绝对话 但是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圣灵充满 真正的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的本质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神的话 你真信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 真信被他充满了 被他的话 被他的旨意充满了 明白旨意 绝对顺服这个旨意的那个心 这个叫圣灵充满 很简单对不对 那过后呢 神要接着你按手 死人起来 病人起来 这是神做的 神要怎样做 都能怎样做 你圣灵充满了 最后 你的头被砍下来 你也是圣灵充满 所以在那个初代教会 很多他们 尼汝皇帝 就是烧那些信徒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都是笑着的 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尼汝皇帝就全部烧着的时候 过后他们看 为什么他们全部笑着死啊 为什么尼汝皇帝是天天被折磨的 就他灵里面 精神里面 一直被折磨的 为什么他们这么开心啊 圣灵充满的死了 各位理解吗 所以各位要不要圣灵充满 各位跟孩子的时候 在一起要圣灵充满 对不对 一般的人会埋怨的 你要圣灵充满 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感谢的 所以有一点分辨了 所以人才会 吸其惊讶 对不对 所以下面十五个支派的人 那时有敬虔的犹太人 从天下各国来 住在耶路撒冷 所以后来各位知道 这个经文是这样 这个经文讲的是什么呢 各位 十五个支派 如果各位读的话 有些从非洲过来的 罗马那个 这么远的地方过来 那时候没有飞机嘛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图画 可能有些骑着骆驼来 都来过节 对不对 有些就是骑着马 那这么远的地方 有些地方要需要 一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想想看 一两个月的时间 一两个月之前 发生什么事 可能我们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 一两个月 这时间里面 主耶稣正在 四十天之久 教导门徒 我现在要讲的是 我要讲的是 可能当我们现在 在听这个福音 确认这个福音的时候 其实我们眼睛没有看见的 很多人上帝预备了 当我们接着这个福音 得医治 得释放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 上帝预备 上帝可能在预备 我们旁边的亲族 我们的家人 这个地区的人 有很多有问题的人 开始浮现出来 这是上帝的预攻来的 所以上帝在人 听到福音的时候 上帝已经做工了 听到的 所以你听信的时候 在你看不见 超出空间的 上帝的作为 已经有了 已经存在了 所以这些人 已经被激动 也被预备 上来过节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后面 上帝是大导演 现在这是选了几个主角 对不对 但是他是大导演 这样做了 那过来的时候 什么事情 然后他们都稀奇惊讶的时候 第十二节 众人都惊讶猜疑 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然后彼得马上说 对不对 第十七节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儿女 小孩子 小孩子 我要做牧师 说一言 对不对 很简单的 很单纯的 这样 小孩子 年轻人是有异象 然后望着异象形 对不对 有力量 老年人没有力量的 甚至没有力量的人 人也是昏睡这样 做梦 也是梦到国度的事 对不对 所以也是为国度的事来祷告 所以这个是生灵充满 生灵充满是 最大的证据是什么 人的心灵是 都是望着国度来活 人是只有一个方向了 不管是少年人 小孩子 老人家 对不对 所以生灵充满你们的时候 必定从耶路撒冷 一直到地级的 那个事情会发生的 所以没有传福音的概念 的信徒 要得着圣灵充满 是不会有的 各位了解吗 没有使徒行传 八节 的那个概念 圣灵充满 你必得着能力 什么能力 什么能力 我为死人祷告 会复活的能力吗 行出神迹的能力吗 但是这个是不是 带来你的生命里面 首先是你的生命的 整个的标杆 目的 心肠 改过来 为着国度活的 这个没有的话 不叫圣灵充满 那个是恩赐运动 恩赐运动 各位恩赐运动 求恩赐 但是这个恩赐 跟他现在 一心全心专心 为着福音的缘故来活的 这个断开来 那就恩赐 那不行的 所以教会是要 恢复一个 一个主要的信息 那个主要的 每个礼拜的信息 叫人得到窃据 然后望着标杆走 望着国度行 为着荣神一人 来做一切 这个里面呢 神指教我们 神指教我们 凡是指教 神预备有恩赐的人 来服侍教会 应该 这个根基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了 然后呢 然后什么事情呢 彼得讲完道之后呢 很奇妙的 第三十七节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杂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的名 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 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 我们的神 祂自己做的 祂所招来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门徒们 扎心了 他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 有 但是这里有没有方言 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其实没有圣灵 怎么会有扎心啊 没有圣灵 怎么会有悔改啊 各位了解吗 所以我们讲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洗 圣灵的内住 我们要明白 不是用那个方言 一定来这个名正的东西 所以我是要把那个相对的东西 拿掉 先我们主要的地方 人的重生悔改 是最大的神迹了 然后过后更大的神迹是什么 人重生悔改之后 42节 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界 摆饼祈祷 然后现在我给各位看一个图画 就是与神同行的 这个图画是什么 他们众人都惧怕 43节 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 繁物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照个人所需用的 分给个人 圣灵充满吗 圣灵充满了 天天的圣灵充满 那各位现在 现在各位要不要把房屋田产 就是卖出来 这是怎样吗 圣灵充满 所以这个圣灵充满的迹象 对不对 这是当时候他们的情况里面 的确就信了主耶稣的人 全部被赶出公会 赶出圣殿 所以这样的情况 很多的贫穷人 圣灵感动大家这么做的 对不对 理解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都看 但是整个的生活里面 我们会看得到 这个圣灵运行在其中 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 横切在殿里 且在家中摆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 谁都喜爱他们 羡慕他们的生命 然后最后一句话 又是神为出现了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各位看得到吗 这个整个的 一个图画里面 在使徒行传二章后面 请问 这个时候 信主的人多 还是三千个人 布道会的时候 信主多 你们认为呢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 这个多还是三千个 这个多 对 这个是继续发生的 这个是继续 整个使徒行传到28章 都发生的事情来的 所以使徒行传是这样读的 一章二章是一个根基来的 是整个传福音的策略 圣徒与神同行的策略 这个原理讲了之后呢 然后好 现在讲故事 那个故事 从三章开始 彼得在美门前 这样这样 读到28章 尸体返训道 然后保罗起来 这样的事情 这样读的 但是这一切的发生 好像一个故事性的发生 一定是有一个属灵的原理的 这按着哪里 按着我们主耶稣 他复活之后 四十天教导他们 然后赐下圣灵 传福音 然后天天圣徒们 圣灵充满的生活里面 就这样发生 一直到28章里面 福音传到罗马 接着罗马八方大道 传到低级 对不对 这是这样的 各位理解吧 这个使徒行传的一个 大概念 其实我在本国 讲了三次使徒行传 如果你们有空的话 你们可以听一下 那个使徒行传的信息 那什么叫神为生命之法 我这边略略讲一下 其实是从哪里开始的 从福音开始的 什么福音 我们主耶稣基督赐给门徒的是 全备的福音 其实从这边开始的 这个是第一章 第一到第十一节的内容 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的内容 全备的福音 我们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 十字架的福音 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都可以这样说 那什么是全备的福音 很多人可能会问 我们说什么是全备的福音 其实全备的福音 很简单来讲 我再次重复 用两个地方来讲 第一 上帝重生我们 不用用重生 上帝赐我们生命 重生的生命 对不对 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 从这个生命里面 我们经历神的能力 能力 对不对 各种的能力 有智慧 有喜乐 各方面 恩赐 能力 然后 结出 果子 就是这么简单 传福音的时候 结果子 人性主 其实这个叫全备了 全备的意思是这个 如果我们只有讲 我们要结果子 我们要传福音结果子 对不对 这个是部分 你要知道这个果子 是从哪里来 从生命来 从我们基督的生命来 是全备的意思了 然后呢 你怎么借着这个生命 常常祷告 与神交通 领受神的话 查验神的美意 来得到刚强壮胆的心 对不对 神在你的心里 运行的那个大力 教你能够成就一切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你所求所想 有没有 那个能力 对不对 然后结出果子 所以实在是这样的 我们圣徒呢 带着一个生命 我为我的妻子 祷告 得到爱她的心 爱她的能力 她不可爱的时候 更是爱她 然后祝福她 跟她传福音 对不对 叫她喜乐 其实一样的 我们要用在一个家庭 用在一个教会 其实都一样的 生命能力果子 什么叫部分福音 你剪掉 只有讲这个部分 只有讲这个部分 教会的信息里面 是只有部分 部分讲的东西 这个叫部分 比如说 我们主耶稣 充充满满 有恩典 有真理 这个两个是一起的 对不对 那只有讲恩典 不讲真理 慢慢变成成功神学了 有真理讲什么 真理讲什么 但是不讲恩典 这个变成律法主义了 所以这个是部分的信息来的 那这个生命能力果子 是怎样 其实主耶稣给我们的福音 是什么 24小时 凡事的 凡事的 凡人的 跟人在一起 凡事凡人的 整个的情况 整个的现场 无论你去到哪里 主与你同在 在那个地方 圣灵要做工 所以我们要回复的全辈的福音 是这个了 所以天国要怎么降临 在你的现场 你的工作 职场 哪里 家庭的 那个奥秘 是40天之久 才能讲完的 那个奥秘 所以我相信 那时候主很细密的讲 然后也用他三年半的 整个的经历 再次给他们一个总结 所以等一下 我跟各位讲 什么是天国降临 等一下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那么 然后现在呢 现在 单单这个福音 认识了 其实从认识开始的 认识 认识这个福音之后呢 认识是头脑了 你要成为心灵的话 你要确认 确认就是 其实我们讲祷告 祷告就是一个 确认来的 其实确认 这个确认是在哪里 在一章第13、14节 120个门徒 他们在一起 确认 主所讲的福音 主在三年半 显明给他们看的 那个福音 对不对 这个 第一章13、14节 其实我们要做的是这个了 我们现在要做了 所以如果我们听了 这个福音之后 我们要做的是这个了 现在如果没有确认的话 这个头脑懂得 很快忘记了 然后各位又回到老样子的 很快的 所以必定要确认 我们相聚是要确认福音 要确认福音 其实我的信息里面 都是一个确认的 各位看 那确认之后呢 信了 刻在信板上了 这个叫 圣灵充满了 这个就是第二章 第一到第四节的内容 圣灵充满了 所以圣灵充满你的时候 你明白神的旨意 全然的降伏在主的旨意里面 主要传的话 你也传了 主要爱的 你也爱了 主要包容的 也包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圣灵充满的 圣灵充满的状态里面 原来一个最软弱的 否认出三次的 那个使徒 起来 然后传到 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圣灵充满的时候 什么事情啊 那他怎么传 他向谁传 现在我们问 他向谁传 必定是 圣灵充满他们之前呢 其实已经预备了什么 预备了什么 我们叫做预见 各位明白吗 预见 你们是不是讲预见啊 预见 预见的祝福 预见的祝福 我们讲预见的祝福 这个第五 第二章 第五到第十三节 这十五个支派的 这个犹太人上来过节 其实他们是饥渴的 他们是寻找神的 有这样的人出现了 所以你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去到单位 你会发现 有饥渴的人为你预备了 如果你是肉体充满 你去到单位 你预不到的 你是钱财充满 这样的 如果爱钱的人 你一定会找到爱钱的人 有虚荣的人一定会找到 喜欢虚荣的 传销的人 搞传销的人一定会找到 喜欢要成功的人 这个灵是相通的 各位理解吗 各位上帝造的东西都是各从其类 绵羊是在一起的 各位有看过绵羊跟老虎在一起吗 各位有看过这个鱼啊 一团这些小鱼在海里游 然后跟一个鲨鱼在一起 没有的 就鲨鱼是自己游的 它是各从其类 一样的会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各位圣灵充满的时候呢 各位会遇到的是饥渴沐浴的人 自然的 这个是在灵界的动工来的 我要让大家明白 每年每年都有过节 但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特别在这样的福音被传扬 确认祷告 圣灵充满的时候 这个遇见出现了 这个遇见出现的时候 很简单 彼得起来传福音 他传的福音就是这个福音 其实是这样 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 上帝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 对不对 所以彼得这样讲的时候呢 大家就扎心了 所以第二章十四到四十一节是这个了 那传了 他们扎心了 所以重生是在这边发生了 对不对 扎心信主了 但是呢 重生还没有结束了 重生的人 你真信 你必定真行的 你得到这个生命 你必定会活出来的 所以整个 过后呢 圣徒 相聚 圣徒的相聚 以教会为中心 以肢体为中心 以传福音为中心的事情 发生是在第二章 第四十二到四十七节 这个地方发生了 圣徒相聚了 相聚做什么呢 回答我 我们复节 相聚做什么 对了 又一样了 又学习这个福音了 对不对 又再次确认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系统嘛 其实很简单的 十四十一传 二章的整个的策略 这个是没有策略的策略来的 生命之法 生命之法 神为之法 其实这个在背后 上帝非常迅速的动工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后来发现 《使徒行传》是这个东西了 读了这么多次 我才明白这个 那后来呢 在这个第一章 第二章的内容呢 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 很多的逼迫来 苦难来 司提反的熏道来 各种的事情来 各位 反而是 这个福音广传是越厉害的 所以这个背后 圣灵的工作 所以信徒如果没有受苦难 这个福音不传的 我们信徒是 这个流血 受苦 为福音的缘故 受苦的事情上呢 如果我们是有福音的 我们有答案的 我们的受苦是必定带来 福音更迅速的广传的 如果我们没有答案 我们的受苦只有苦 因为我们走不出去 我们不知道 那个苦要带来什么事 司提反的 熏道带来福音又传到 撒玛利亚 犹大全帝 对不对 甚至那个太监 非洲的太监也信了 然后甚至 像他这样 他熏道了 有一个 有一个上帝 已经预备的一个工人 但是他被宗教 法利赛人的灵 捆绑到紧紧的 也是上帝能够打开 这个东西的 是 达玛士图路上 开他的眼睛之后 这个使徒 他一生受的苦 其实比 斯提反还多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上帝超自然的工作的 上帝在背后 按着圣徒 顺服他的路 来做工的 这很奇妙 所以呢 到一个地步呢 各位看 安提亚 安提亚是 在哪里 安提亚在十一章的时候呢 各位会发现 他们第一次叫做基督徒的 安提亚 安提亚的信徒叫基督徒 之前是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使徒 巴拿巴呢 把使徒保罗 就是带去 对不对 一年 这个地方 一年之久教导他们 单单一年 把这个福音教导之后呢 这个圣徒们呢 自然因为认识了福音呢 有基督的荣耀 基督的喜乐 基督的品格 就彰显的时候 人家看他们 像基督 基督徒 就马上这样讲 所以真正的一个生命运动来的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什么 安提亚之后 安提亚也是小亚西 安提亚小亚西 其实整个 这个十三章 安提亚这个地方很重要 是十三章 一到三节呢 有五个教师起来 上帝说 分派保罗跟巴拿巴 做我的工作 下面十五章 十四章 十五章呢 他们被拆派到小亚西 对不对 然后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呢 马其顿 马其顿 去了 马其顿呢 特别在十六章 六到十节 那个地方 第一次要进到菲律比那个地方 就是我上次跟各位读的 马其顿 那 特别 特别 马其顿之后呢 还有什么地方呢 后来回去 以弗所 以弗所这个地方 特别两年 两年到三年的 门训 门训 两年到三年的门训呢 叫所有在亚西亚的 无论是 我读过了 对不对 昨晚 在 犹太人 跟希腊人 都听见神的道 然后最后 罗马 罗马 整个罗马呢 就第二十八章 三十到三十一节 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保罗在那边放胆传福音 无人能够禁止 对不对 所以接着 罗马的八方大道 他两年之久 其实很多的人来见他 那个时候福音 是继续这样传的 可能也包括 跟他一起在 破传的经历的 那些两百七十六个人 那个时候也传 两百七十六个人 也帮他传 你看 这个过程呢 三十年了 七十三十年了 整个世界福音化了 好像是这样 我们用 如果用罗马大帝国来讲 整个世界福音化 单单三十年 没有网络 没有飞机了 后来我发现 这是没有策略的策略 各位理解吗 没有策略的策略了 所以如果人家问 中文字幕式有没有策略啊 传福音 我没有 其实 我跟各位讲 其实这个信息 你们问我的话 如果我要找 我读过很多书 十字经传 我们可以找很多的地方 要找策略 对不对 保罗是不是特别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比如说哥林多 这个港口 这个地方有很多人 有很多 有恩赐的人 有文明也发达 这个地方呢 他在那个地方有安子基地 或者以弗所这个地方这样 当然也有吧 我想也有 因为 比如说他到一些 一些大城市 因为那个路 是很容易 很多人来的 那个地方啊 那这个是 当然有一些策略性的地方 但是你还是要有生命啊 你还是要有生命 不然你到的那些地方呢 全部刚硬的人也没有用 对不对 像雅典这样的人呢 全部都是拜假神的 这样 听听算了 好像听听算了 这样 所以保罗的施工是这样 他走的时候 人逼迫他走 传的时候 这个不听刚硬走 这样走 其实一直寻找 谁要这个福音 然后这样走的 然后呢 一直到地级 神必定会带领他的 所以我们的整个生命施工 现在 所以我说 有点方向性的概念 那你说 注目是什么方向啊 圣灵的方向 其实只有两个东西 你把福音搞清楚 然后第二 你受圣灵引导 只有两个东西了 福音清楚 受圣灵引导 完事 就是这么简单 好不好 那我们 因为等一下我还要讲 多一个 多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休息 差不多十分钟好吗 十分钟就回来 我三点半会结束